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下面我想请出秋华为我们老庆祝 我要走了 请 我得走了 亲爱的 坐着翁帆 春天来了 大自然正中的生命暂况 但爱的气息却熄灭了 我深吸一口气 对新鲜感感到出色 我得走了 亲爱的 你之间已经见了太多的情 你的心 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 我看着你的眼睛 里面什么也没看到 你的笑容 不再大于什么样 当墓云突然时间通电暗时 转换 他们在去道路时 我得走了 亲爱的 我的闭店鎖破碎了 阳光 在海面上闪闪大波 光线赤破的眼睛 发出了一只叫声 海风 山盾的赤膀 我小岛在冰尖表里面海 海浪拍打著岩石 看他轟轟轟轟轟轟轟 他希望变成靠默时 我丁走了 亲爱的 夜晚不再点火 对您的与您的访问全线不过气 我丁着手机 没有发现您的名字的痕迹 当星期闪烁时 我无法从我的手中滑落 他像石器一样地把我在地上 开膛 木桶 坐起来 当水片再无法落成一个整体时 我 会走 亲爱的 然后 因为我没有想到 有网上对着阳南说 郎正锦给我们来说 郎正锦给你盘主了 据说呢 当然我不完美之后 他给他很大便 就是说 那郎正锦 18岁的财产 都留给他这个词 她的词还是没有那个欧帆的词 然后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无情的欧帆 然后就是太不尊重欧帆了 然后出来一张一首诗 就是欧帆写的《分手报》 我觉得之前我是对他们俩不太看 二十年轻的话 就二十八岁的欧帆 八十二岁的男生等级 是不是太刚好 然后这次我觉得她的《分手记》 我觉得还是马上就对欧帆帆上看了 我觉得《分手记》能写得这么漂亮 而且就是说还是挺优雅的 就像那个谁说的就是 那能改变基本上 《分手记》 不代替你给名才 所以她也是很委屈的 自仰天还是流出这种迷害 那五七二十年的春春年华 最好的食物 在陪上的那个 然后像人家这么呢 就是说 嗯 这才是有名才的 面上上说 有点没给你 但是呢 诶 我觉得那个这个 不然她能次次真实发现了 那就是我觉得她才很漂亮 感觉很重心 所以我要她挺战胜的 所以为此能改动呢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说 leadership 爆裂 敬离 期贾 Unione 准备 Düny